誰平常穿這個內褲啊 我是太性感了吧 我們馬上來換給大家看看囉 釘!叮噹! 铃聲多閃亮 嗨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Merry Christmas 今天呢是我們的 聖誕節特別企劃Part 2 沒錯難得的一個聖誕節節日 當然又是要YouTuber們的交換大亂動 那這次的Part 2呢比較特別 因為是Sandy跟杰琳邀請我 跟他們一起交換禮物 那這次呢一起交換禮物的YouTuber們 有這些人 沒錯 我們八個都是女生 既然是女生 當然要做一點 只有女生可以做的事 只有女生可以換的東西 你們說對不對啊 我相信你們看到這邊 一定覺得說 新眼睛的妝怎麼這麼的濃 我真的不太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呢 一整天剛拍攝完 明年的寫真年曆 會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邊就先簡單的保留一下 不過大家可以期待 大概在過年前就會上架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捧場 好我們公開時間結束了 那我們的交換禮物呢 這次主題就是 內褲 沒錯你們沒有聽錯 就是內褲 我們女生呢 就是互相抽籤 抽出一個人 然後送內褲給他 你們覺得聽起來超妙的 而且不是只送贏件喔 我們要送兩件 為什麼要送兩件 一件是你覺得 這個內褲是符合他日常在穿的內褲 符合他的形象 感覺 第二件呢 是情趣的內褲 就是如果有一天他跟他男朋友 要有一點 Nothing special 的時候 沒錯 他可以用到這件內褲 那送我禮物的人就是 可帆 可帆呢 在我家樓下放的這一袋 我覺得他真的非常的有誠意 從這個外包中可以看出 嗯 感覺是一個蠻貴的專櫃品牌 應該是花了蠻多錢在買內褲的 順便講一下 我送內褲的YouTuber是 魚乾喔 所以大家在看這支影片的同時 魚乾也有上另外一支影片 可以去看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到底可帆準備什麼給我吧 因為我也非常的期待 可帆呢 裡面放了三個東西 有沒有覺得我今年 很有聖誕節氣息的感覺 而且 我剛剛喔 就是找到這個衣服的時候 我還納悶想說 奇怪 怎麼是這件 因為我想要找我去年那一件 因為我去年的時候穿這件 太大了 我完全就是一穿上去就馬上掉下來 然後今年我想說我到底還要不要穿啊 會不會又很大 然後我自己就默默說一句 你會把你今年的胸部比較大耶 結果一穿上去還真的 非常的剛好 只是就是沒有漏到勾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有時候不一定要強迫自己漏勾 這樣子有點平口 畫面也是蠻美的 好啦 就當就是這樣 OK 那裡面呢 就是有放三個東西 那首先呢 我覺得當然 我們要先閱讀卡片的部分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收到卡片 因為我覺得卡片裡的文字啊 那種溫度 用手寫的溫度是最棒的 因為畢竟現在就是科技冷漠嘛 大家都是傳傳簡訊 如果他願意用手寫卡片給你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算是蠻花時間 還有蠻用心在你身上的一個行為吧 所以我收到卡片 我是很開心的 那有些觀眾就會說 欸 雨昕你生日 我可以送什麼給你 其實你們真的不用送我太昂貴的禮物 因為我也不希望你們花那麼多錢 你們就去買一張卡片 然後寫字給我就好 我看到就會非常感動 非常感謝你們的用心了 好不要太多了 我就是為了抽影片上去 啊 開玩笑了啦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可以看到這個卡片的外表 是粉紅色的 非常有粉紅泡泡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呢 本身非常喜歡粉紅色 然後我們可以看出呢 它是一個通用型卡片 什麼叫通用型卡片呢 因為非常方便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不論是生日 聖誕節 還是新年 都可以拿來做祝賀的一個功能 像有些卡片啊 就是佛聖誕節 有些是佛新年有沒有 那個太自私了 我們要買就是一次買 這種通用也很方便 好 剛剛話太多了 那我們就打開看看 可翻到底寫什麼給我吧 我發誓這段絕對沒有經過剪輯 我是一次就把它唸到底 我的過問怎麼這麼好 而且可翻的雨昕 兩個字竟然沒有寫錯 好 我們繼續唸 很開心有機會幫你挑這種禮物 我的印象就是一個獨立 又努力的女生 還很知性 原來我給人家的感覺是很知性嗎 我以為我給人家的感覺是 很性感 然後姿勢很豐富 欸 是knowledge喔 好不好 knowledge ok 再來就是 感覺成熟且性感的黑色 哦 很適合你 沒錯 我內褲最多的顏色就是白色 沒有啦 開玩笑啦 是黑色 而那個一夜情的禮物 忍不住買了整套的 讓你可以成為聖誕老婆 就算沒情人也要聖誕快樂哦 買了整套的耶 哦 那我現在就有點期待囉 忍不住買了整套的是怎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第二個禮物 因為它直接 非常明顯就在外包的 它是一個感覺是毛巾造型的聖誕樹 旁邊是一件普通的內褲 我們現在直接來開開看 欸 這個很像小時候在吃餅乾 或是吃什麼 會用這種繩子看 現在已經比較少在看到這種繩子了 因為台北幾乎都看不太知道 好 我們打開 這邊有一個聖誕樹 嗯 還蠻香的耶 但是它其實就是一個毛巾啦 欸 這該不會是手作的吧 因為它這個很像是杯子 然後它剪成這個形狀 我覺得很有機會可能是手作的 我不確定 反正我覺得這個是手作的機率還蠻高的 還蠻有誠意的 聖誕節的時候給你綠光照點 等一下就這樣開箱 有沒有 我覺得綠光照點的感覺 所以大家就這樣開箱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看到我們的第一件內褲 第一件內褲 我說過是平常在穿的內褲對不對 哇 可煩 誰平常會穿這個內褲啊 欸 誰平常會穿這種款式 你跟我說 這太性感了吧 如果真的有男朋友 每天在家都是以誘犯罪耶 真的有人平常會穿這個嗎 這個已經是丁字褲的那種等級了耶 好啦 我相信我在這邊 比大家也沒什麼興趣 所以 我們馬上來換給大家看看囉 騙你們的 我不能在這影片換 因為如果換了 我覺得會被黃標 被黃標呢 就會代表我這個影片又沒有收益啦 所以大家看不到啦 沒關係 我們就來一個想像的畫面好不好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看的話 我告訴你們 在我明年的2020年紀錄 有穿的內褲的照片 所以你們可以去買 死了都要愛 死了都要推銷 OK 再來下一個我要開箱的是 他說他買給我的一整套的 情緒性感 穿給男朋友看的內褲 說忍不住買了一整套耶 一整套是怎樣 我很好奇 我們打開看看 能不能讓男朋友幸福就看這次了 欸 還好 沒事 這套感覺好像 唉唷 有點意思喔 OKOK 這邊有個兔耳 我先換個耳朵 我們從熊耳變兔耳 還有一堆棉絲在我空中飛 可愛嗎 好 被敷衍 然後他送的是 有點看不懂 我來研究一下 這個正面在哪 喔 OK 我了解 他就是這樣 他是白毛欸 其實我覺得他如果前面沒有毛 應該會好一些 他好像前面有點有毛 很像聖誕老公公的鬍子 疊在內褲上的感覺 好 這邊就是有毛 然後後面有一個 因為兔子嘛 所以有兔尾巴 還蠻性感的 可能男生會想要 啊 抓你的尾巴 好 這是我們的內褲 一直有免續在飄欸 完蛋 上衣的部分呢是 黑的問號 我知道 上衣部分就長這樣 他就是三點式的 我這樣套上去嘛 然後比基尼這樣 兩點 後面呢就是有 一點這個 欸 這套很性感耶 這一套如果真的穿起來 男生一定會超級受不了的 怎麼會送我這套啊 可煩 太性感了啦 而且我根本沒有機會穿啊 我知道要穿給誰看啊 好啦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的話 下面留言 我會穿起來 然後在IG貼我 這套還是配你們的 因為他真的太露了啦 我尺度還是沒有到這麼大 好啦 那大家如果真的很想看呢 明年2020的寫生年齡 裡面有一套也是跟這個蠻類似的 就是也是 三點式的 我覺得蠻辣的 蠻辣的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今天這集好像其實不是聖誕節交換禮物 是我2020寫生年齡的宣傳影片 好啦 真的非常謝謝可煩 這麼用心幫我準備一整套的兔女郎 然後還有一個 根本不是平常的時候我會穿的內褲 我平常會穿內褲 好啦 也是丁字褲 啊沒有啦 開玩笑啦 大家應該分得清楚我什麼是開玩笑 什麼是認真話 對吧 好啦 那今天的聖誕節交換禮物 Part2分享影片就到這邊囉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可煩 幫我準備的禮物呢 任何意見都可以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大家如果好奇我準備給魚乾的禮物 到底長什麼樣子 可以到魚乾的頻道看喔 因為我上這支影片的同時 魚乾也會上影片喔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觀眾朋友們呢 記得幫我們這支影片按個讚 然後不要忘記 訂閱魚細的頻道喔 加油加油 我們雖然今年可能很困難 充50萬 不過還是謝謝大家今年一整年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謝謝你們 以及呢在明年呢 也會有一點小小的變動 應該呢會增加影片的出片率 更有一些新的企劃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我拍什麼比較特別的 或是你們想看企劃 歡迎私訊我的粉絲團 或是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一個一個看喔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那最後呢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And Happy New Year 那我們明年再見啦 欸不會明年再見 這個月還會再上一支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今天呢是宇希做YouTube的第二個年頭 非常感謝呢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 跟陪伴有你們影片才可以越來越好 也謝謝你們呢 儘管有時候我有很多的工商影片 你們還是都會幫我把它看完 因為有你們呢 我才可以有很多的沙拉一黑街 然後也謝謝那些 永遠沒有幫我日過廣告的觀眾朋友們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SWISS TXT